见到第一仙 第三千章 驾铃 惊呼声四起 带着诧异 像沉寂的水面 被万军巨石砸中 溅起无数浪花 大道战场附近 所有人都被惊动 目光纷纷望去 远处命运长河上 一夜孤舟破空而来 孤舟上 立着一道骏拔身影 轻袍烈烈 长发已逐渐有一盘为道计 干净清爽 苏毅 他他 他怎么来了 什么情况 他来找死吗 真的是他 全场骚动 全都认出来者身份 一个个流露出 难以置信的神色 还是苏兄风光啊 才刚出场 就引得全场轰动 万众瞩目 连那些的老东西 一个个都不淡定了 王直无感慨 一侧 沐浴浊的眼眸深处 浮现一抹异色 这算什么 祖师您是不知道 建立成这位大老爷 当初在众玄道须 是何等之高的存在 不过 当目睹苏毅出现 沐浴心中也是一阵 无法平静 这位存在 怎会也掺和到 此次天命之争中 他这一来 变数可就更大了 果然 他来了 炼月 南南轻语 似乎 他早料到 苏毅不会错过 此次天命之争 同一时间 在场那些天地 一个个谋战神盲 遥遥看向苏毅一人 看得出来 他们同样很惊诧 很意外 无法想象 苏毅怎么有胆 出现在这里 这完全出乎他们意料 枯玄老儿 你该不会把名额 给了他吧 冷不丁地 闻天地沉声开口 其他天地心中一动 一个个神色发生变化 果然 枯玄天地没有在隐瞒 微微一笑 怎么样 是不是吓你们一跳 吓你大眼 灵天地破口骂出来 如此重要的事情 你竟瞒着我们 简直居心叵测 太不是东西 其他天地 脸色也不好看 他们意识到 这次上了枯玄天地的当 诸位 你们可都承诺 无论我把名额给谁 你们都不会坏了规矩 枯玄天地呼得神色一素 若坏了规矩 可别怪我 枯玄翻脸无情 恶天地眼神深沉冷力 这么说 你枯玄从一开始就铁了心 要庇护那苏毅 枯玄天地倒不是庇护 而是我答应苏道友 不会让他在天命之争中发生意外 既然答应了 自然得做到 就凭你 常恨天地一声冷笑 枯玄天地面无表情道 忘了告诉诸位 大杯剑掌控在苏道友手中 轻飘飘一句话 却让在场那些天地全都一愣 玄机都齐齐皱眉 意识到问题棘手 怪不得你枯玄会 提出那三个条件 原来最终的意图 都是在为那姓苏的小东西扑路 闻天地眼神阴厉 到了此刻 谁还能不明白 枯玄天地笑道诸位 按规矩办事 我保证 必可以重塑一天地做 诸位 事已至此 多享无益 既然那姓苏的来了 就让他参与天命之争 又何妨 一直不曾开口地无须天地道 那些天地眸光闪动 神色各异 皆不再多言 的确 一切以天命之争为重 至于苏义 既然已经出现在这里 等天命之争结束时 再收拾也不迟 在一众天地议论时 苏义早已驾驭一夜孤舟 飘然来到了场中 没想到 你竟然敢来 凭此胆破 若在天命之争中遇上 我必倾尽全力出剑 剑修云度上前 笑着开口 浑然不理会 在场其他目光的注视 他曾和苏义见过一面 当时 苏义曾主动提出 要和他切磋一场 但被他拒绝了 言称他蓄积已久的一口剑气 要用在天命之争中 若苏义能参与进来 就有机会和他对决 而现在 苏义来了 苏义看了看云渡 只说到希望你能有机会出这一件 最好 也别让我失望 云渡一正 咧嘴笑道 拭目以待 在场众人看着这一幕 神色各异 此次参与天命之争的 不管什么身份和地位 几乎都是来自那七位天地门下 对于苏义 他们自然敌视者居多 视苏义为猎杀目标 这等时候 他们不立刻下死守灭了苏义 已经算脾气好了 哪可能会上前打招呼 故而 经历了最初的喧哗后 场面也冷清沉闷下来 气氛压抑而诡异 而这种时候 云渡却不顾及那么多 主动和苏义对谈 自然显得很另类 哈哈 苏兄 王之武也豁出去了 凑上前 给苏义来了一个狠狠的拥抱 同时飞快传音 你既然敢来 肯定有来的道理 但可别指望老弟 我能帮上大忙 没办法 那些狗日的天地太多 我若蹦打 担心自己先玩玩 说吧 他拍了拍苏义肩膀 苏义一时有些哑然 这思也挺有意思 就这么在众目睽睽之下 如此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这完全等于是在表态了 仅凭这一点 换作其他人 已注定做不到 放心 苏义没有多说什么 拿出一壶酒 递给王之武 开玩笑道 若我活着离开 这就是庆功酒 若是出事 就是诀别酒 好好收着 王之武眼神复杂 叹道你啊 他本想说你不该来的 可最终还是忍住 人都来了 再说这些屁话 有什么用 最终 王之武接过苏义的酒 退到了一侧 这一切 被目于尽收眼底 他脸色古怪 一阵头大 自家开派祖师 可一直是 见地成大老爷为大道之敌 可如今 祖师的大道分身 却怎么就和 见地成大老爷的 转世之身 凑到了一块 这 这可真是棘手了 苏义 你这是要来主动送死 一个锦衣魁梧中年 猛地开口 裴时 无量地宫大长老 在他附近 立着的街市来自 无量地宫的强者 一个比一个气息恐怖 此时 他们看向苏义的目光 毫不掩饰杀鸡和敌意 前不久 南疆遮天大山一战 让他们无量地宫阵营 折损数十位天军 引起天下轰动 此战 也让无量地宫 视作奇耻大辱 诸位 命运之争还未开启 不如趁此机会 我们一起联手 先灭了这苏义 有人提议 如此最好 我等正有此意 一时间 许多复合声响起 浓烈的杀鸡 也随之在这片天地间涌现 许多人蠢蠢欲动 看向苏义的目光 充满杀意 有人仇视苏义 是因为早已和苏义结下血仇 但 更多的是惦念苏义身上的轮回规则 和纪元火种 而今 苏义莫名其妙地孤身艺人参与进来 对他们而言 简直就像看到一只猎物傻乎乎地自投罗网 谁还能按捺住内心杀戒 那些天地冷眼旁观 不予理会 心中巴不得有人不顾规矩乱来 直接对苏义下死守 这一刻 枯悬天地一声冷哼 迈步而出 哄 一股恐怖的地威席卷扩散 压盖全场 让得不知多少人变色 苏道友是本座请来 本座借此机会 就把话撂在这 接下来的天命之争 谁敢乱来 谁就是本座的死敌 枯悬天地眼神冷立 若苏道友一旦出事 谁就是破坏重塑一天地座的罪人 一番话 轰隆隆响彻全场 众人无不被震慑 这才意识到 原来枯悬天地 充当了苏义的靠山 怪不得苏义感 有恃无恐地前来 而枯悬天地 撂下这番狠话后 其他天地皆沉默以对 并未反驳 这样的态度 也让众人意识到 所有天地明显都已默许了苏义 参与此次天命之争的事宜 老爹 快来这里 枯悬天地笑着上前 亲自迎接苏义 苏义笑了笑 收起脚下的一叶孤舟 走了过去 有劳劳哥了 枯悬天地仰天大笑 咱哥俩何须客气 你倘若不来 这天命之争就举办不了 说到这 枯悬天地目光一扫在场中人 透露了一个秘密 忘了告诉尔登 此次儿等能有机会参与天命之争 多亏了苏道友仗义 拿出了大杯剑 否则 你们这辈子 也休想争夺此次的成帝机会 众人愕然 什么 大杯剑 原来一直在苏义手中 这的确太出人意料 枯悬天地没有再解释 亲自把苏义带到自己这边的阵营 老爹 这是我清传弟子五折 太吴教教主 你们认识认识 枯悬天地 笑着一指五折 五折身影其长 柳须飘然 头戴一顶高官 仪态沉稳威严 面对苏义时 他笑着拱手见礼 我师尊经常谈起道友 对道友赞不绝口 相信此次天命之争上 道友必有惊人之举 作为一方天地及势力的长教 五折的权势之圣 自无庸赘述 可面对苏义 他却显得极为客气 礼数周到 魂没有一丝怠慢 苏义也笑着作依 谬赞 正自交谈时 场中气氛早已发生变化 接受了苏义参与天命之争的事宜 所有人心思各异 开始思虑天命之争的事宜 接下来的时间中 陆续又有一些 参与天命之争的强者赶来 苏义也从枯悬天地那了解到了 天命之争的对战规则 很快 闻天地乎的开口 诸位 时辰已到 人也已到齐 可以开始封进此地了 一众天地对视一眼 皆点了点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